高雄戰隊 正式啟動 當時一天回來 高雄戰隊 正式啟動 民進黨高雄市黨部全體成員 穿上白襯衫 右手貼著象徵開關開啟的貼紙 宣示高雄戰隊已經就位 我們過去陳其邁副院長 他在地方上的這些組織的 最強健的專員 正式的那邊為 我們高雄市黨部的組織專員 新任團隊橫跨五到八年級 全面年輕化 日雲基層力挺陳其邁回鍋 高雄市民買單嗎 換來換去 真的沒意思 沒有人香港的 香港也有在做事情 他對我們高雄比較了解 我們高雄人需要什麼 他最知道 只是單機邁 就是一間變選機的政見 條條都很實在 2014年高雄市長選舉 除了桃園區是藍大與綠 其他地區綠油油的一片 2018年陳其邁面對寒流來襲 綠地幾乎被藍天掩蓋 其中鳳山小港前鎮林雅 這四大票倉都被藍影拿下 陳其邁身上不只背負著敗將之名 還有貪二代的陳中包袱 有關家族的事情 還有一些紛紛繞繞的事情 其實坊間都一直有在流傳這些事 那次選市長的時候 他是敗政下來的 那你現在再回來 就是凸顯到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我這個位置我就是要霸王硬上弓嘛 如今確定接受民進黨團徵召 陳其邁回鍋投入市長不選之戰 王子復仇季要拼減少扣分 才能重新挽回高雄市民的心 環宇新王林維凱 以前高雄報告